美国总统大选现在正在开票 那回到台湾呢 我们现在在总统府前 带你掌握这边府院的 这个最新的气氛 因为呢这个府院 现在是非常高度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的情况 那总统蔡英文呢 除了开了这个国安晨会 来掌握进度之外呢 他今天呢 除了在这个民进党中场会 中午的一个这个党务行程之外呢 他今天全程呢 有非常多的 全程有非常多的会议哦 那他也要求哦 所有这个国安单位啊 如果掌握到了最新的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进度呢 那就必须呢 在这个会议当中 随时呢来插播讨论 就是呢要全程掌握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这边的这个最新的进度 来做之后的这个 台美关系的发展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来做因应哦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关心 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呢 这也牵动了台海的情势 那中国呢 也因为美国总统大选的关系呢 不断的来进行演习哦 甚至呢 骚扰这个台海的 这个空域的安全 这两天呢 已经超过十几次的 这个共机扰台啊 让我们真的是 为了应付他们疲于奔命 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战力呢 非常非常的紧绷 那就是为了呢 能够来确保我们的 空域的安全 那这个参谋总长 黄树光呢 在今天呢 也已经进驻了 恒山指挥所 就是要来全程掌握 这个中国这边的最新动态 因为如果顺利的话呢 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呢 最快最快 在今天晚上 应该就可以出炉了 那所有呢 不管是这个 川普还是拜登呢 谁当选 整个大势 底定了之后呢 最怕的呢 就是中国这边 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制 或者是这个反应 所以呢 这个在恒山指挥所这里呢 就随时掌握 这个共军的最新的动态 才能够保护 这个所有这个国人的安全 那以上是这个 总统府这边的最新情形